感觉的性别也就是我所长陈怡倩 教授为我们的主持 掌声欢迎 谢谢各位欢迎参加 那我首先最感激的就是各位在场 能够在早上9点35分 到达会场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挑战 但是因为今天的议题太有趣了 那我们在一程的安排上 最希望能够早点开始 那再来呢 我再来真的要感谢 我们在教育部的信任跟授权之中 在短短的时间 希望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 办完这研讨会 基于我们在筹措上比较紧急一些 那非常感谢三位主持人 那还有我们的Keyno Speaker 因为这个议题非常有趣 就立即答应了 那我真的非常开心 我那时候收到何老师的 然后局就大法官 以及那个林慧跟那个王萍的email 立即回复的时候 我真的开心到不行 那时候我自己个人还在柏林这个做研究 那我室友说不然什么事 对喔 就是非常开心喔 那也希望喔 就是教育部能够这个 因为现在就没有长官啦 我就直接说了 就是不要这样子管我们嘛 对不对 就是钱要给钱 就要给的比较痛快一些 不能给你钱 然后三个月叫你一定要花完 那不花 所以我们的研讨会这一次喔 最后其实就要感谢我们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在短短的三个月 三个月吧 三个月期间办了第四场 目前是第四场研讨会 对是没有错的 再花纳税英文的钱 但是我们很用力的 就希望能够这个 把钱用在这个队的主题上 呃 来办这个研讨会喔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全校的同仁 每次都支援我们这个行政的那个 这样子三个月里面办四场研讨会喔 那让让这个 我有时候有一些比较理想性的 这个想法能够得以落实喔 所以呃 再次的这个欢迎 跟谢谢大家的 呃 利益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就 呃介绍一下何老师 但何老师其实应该不用介绍吧 只要写何春蕾 就各位就不用写老师 大家就认识 对不起 我不是懒惰的喔 那今天是要谈一个 性别多元之实践 与挑战研讨会 那这个性别中间画一个斜线 这个是不好意思 我们是从中央大学 是研究室借来的喔 那我本身也非常认同 老师也非常认同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定义喔 那我想这几年来 台湾看似好像进步了 那但是 你以约约我们人在这个 肉身在这个结构里头 又感受到了一些 新的挑战 那这个新的挑战 跟旧的挑战不太一样喔 它可能不是以刑事速堆的方式 那它可能 这个我们的这个 LGBT社群的 这个 成员可能不是以被告的方式 或者是要到这个法庭去 呃当一个这个刑事被告的方式 而是主动的利用一些呃 法律途径来呃呃呃呃 去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喔 所以今天大概早上的议程会是以法律 下午是以这个呃 呃教育体系 第三个是社会运动 那重了重的来说 这个主轴就是社会运动 那我想到社会运动 想到性别跟法律的社会运动 我想到了 很抱歉不是法律人 是何春瑞老师 那我想他经由他的过去的个案 还有他目前所做的研究 然后他身体力行 每一次支持这个很多NGO的团体的 呃演讲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运动也好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 希望这个何春瑞老师 在这样子一个混乱的年代 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 挑战很多啦 但是我其实最希望何老师 就是到最后的时候 能够帮我们这个整理 或者是启发 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 谢谢 呃谢谢一切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可以整理一下 我在性 学线别 多元的这个议题上的思考 那今天也可以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呃这个工作坊的主题设定很有意思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注意到 这个工作坊名称里面有一条斜线 性 学线别放在性的别的中间 但是个别场次的主题 提到性别的时候 都没有这条斜线 对我们中央大学 性 学线别研究室的历史和工作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能很熟悉 这条斜线的意义 可是其他朋友 恐怕会觉得斜线的出现有点奇怪 其实哦 就连处理这次工作坊联络事务的助理 都在不同的文件上面 用了有斜线和没斜线的写法 来呈现这个工作坊的名称 可见那样斜线 对一般人而言真的是有一点贝解 也就不太容易记得 可是这条斜线对于认识多元性别而言 却是十分重要的关键 那今天这一场 你们会不断听到我说 性 斜线别 因为这条斜线在视觉上可以看到 可是在讲话的时候是推不进的 所以口头报道的时候 为了表达我用的是有斜线还是没斜线的说法 不能用简单的两性不平等单一视角来认识性别 也不能仅仅用简单的以两性为架构的性别视角来认识世界 1994年95年的历史时刻里面 我们有幸参与了女性情欲解放运动 以及其他 以及其他社会差异正在不断突破障碍 进入社会空间的设议 我们开始观察到性和其他的社会差异 以及在解研以后特有的社会松动当中 一点一滴地体认到 性 性别和其他的社会差异之间逐渐展现出来了一些 相关性 复杂性 多样性 不可坏认性 我们在性和贼中间加上一条斜线 正是希望能够标志出这些多运向的思考和经验 很不幸的是 17年来经历了新知家电事件所代表的女性主义分裂 台北废昌事件和继权运动的奋战 儿少保护氛围的高涨和言论资讯的紧缩 性别立法的粘密化和雷厉风行等等经验 我们充分体认到 独尊 两性 平等 单一观点 所形成的各种问题和恶果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门研究室网站 或者阅读我们多年来出版的二十体册专书和无数的文章 以便了解我们针对单一观点所做的理论思考和运动实践 试试看吧 大概五百万字 可是好像说话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的样子 今天这个工作方以多元性斜线别而非多元性别为主题 因此是很有远见的 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 恐怕不容易看到有斜线呈现的方式 多数还是性别多元或者多元性别 大家可以在网站上面看一看 我只是随便挑了一些是在Google上排在这前面的 最近这个名词 这些名词 性别多元 多元性别常常出现 很多课程 演讲 官方教材 都用它作主题 内容则是把性别多元或者多元性别等同于同志 而同志这个名词又扩大包含了同性恋 双性恋 变性 跨性别 双性 性别存疑者甚至支持同志的异性恋 直同志等等 一长段被简称为LGBTQQS 的主体们 竹帆不及被摘 虽然看起来很多元 但是我必须指出 这一连串的名词都是以性别上的多元来思考 而非性斜线别的多元 因为这些被列出来的身份 主要还是依着他们在对象选择或自我认同上的性别定位来区分 这样一来就淡化了他们在性的轴线或其他社会轴线上面可能具有的差异面貌 更抹去了这些所谓多元主体 本来就是因为其性而不断地承受污名和歧视 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反思 为什么只有性别的面向构成我们对社会多元的指标 为什么只有性别的定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目标 难道性就只是相关于选择哪个性别作为对象吗 说实在的我们对性的欲望 狂想 渴求 满足 显然所知有限 这些多样的主体被一起放在性别多元之下 友善欢庆的依序介绍出场 虽然有百花齐放多元多样的效果 但是可是同时也把他们之间的差异 简化理解成为性别一体 略过了他们可能已经背负的性污名 更掩盖了不同主体 在性接续或性别接续很不一样的位置 模糊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遭遇 以及他们可能对现状形成不同需求或愿景 在现在两性观点当道 两性平等已然建制化 随时随意严厉检验社会的年代理 这个工作方企图从落实多元性斜线别的角度 来思考可能的挑战和实践 这个举动因此有它一定的敏感度 接下来我想从三个不同的面向来说一说 我在性斜线别领域里看到多元文化主义 所包含的问题和可能的提醒 虽然是三个方向来谈这个议题 很多时候这三个面向也都有彼此的重叠和观点 这是要先提醒的 毕竟天下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切割区分的 在认同政治的领域里尤其如此 在这里我也需要先声明 底下对于身份认同的分析 并不是出于国家政府或者法律规章 或者其他想要定位分类管理规范主体的权力角度来看事情 我的出发点事实上是希望面对主体复杂的现实 质疑分类定位的必要性和全面性 简单说就是减少人们的肚子 好 第一个面向 在历史中辨识身份概念极其轨迹 在台湾就和在世界其他社会一样 名词概念认同身份的出现和意义 都是有历史过程的 各种身份认同往往出自特定的脉络 因应着和其他身份认同的区隔而出现 而且并非一旦形成匿名就有固定的位置和意义 往往会在历史脉络中因着情势的变化 或者新正典的树立或者新理论的标准化等等 而有所转变甚至征战 后者最出名的例子大概就是1990年代末期 台湾的女同志社群因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冲击 爆发了踢婆和不分的政治正确辩论 或者是21世纪这前十年 因为医疗体系和身份系统的联动变化 产生了变装主体与变性主体的正当性竞争 如果大家只是把多元性别的所有范畴名词 摊在同一个平面上 当成现成的分类系统 关心的只是哪个范畴的定义 谁该属于哪个范畴 哪个范畴比较符合进度的价值等等 那就完全泯灭了主体 和其认同挣扎浮现的历史过程 也抹杀了主体和其他认同所从出的脉络 以及那些脉络里曾经建立过的特殊含义 和后来性身份出现的时候的各种拉扯挣扎 这是任何研究性邪线别的人 都不应该略过的历史面向 更何况在这些动态过程中所沉变消逝 或者再度衍生的 不管是热情或者失望 都同时具体的刻画在真实的主体生命里 持续影响对身份认同的感受和评价 这些经验和情绪 并不是简单的温情多元 就会消灭 或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目前已经主流化的性别 这个概念的发展和影响 1970到80年代开始 台湾社会的结构变动 可以说女性的生涯变化 作为最可见的指标 女性就业晚婚离婚复婚做第三者 爱爱在在的都形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但是人们认为是女性问题 并没有把它当成性别体制的问题 解缘前后参与妇女运动的女性女艺者 开始积极地把它当成一个性别理动化的对象 把性别建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差异和区分原则 但是性别的意义主要的被当成了两性 以及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而女性的弱势位置 则在其中成为一个超然的核心视角 并且在后来选举执政入阁立法的诸多政治过程中 逐步被建制化 到今日呼应全球性别主流化的趋势 成为所有政策的核心考量方向 也成为根植于各级政府单位机构 企业里的资源和权力分配框架 然而两性平等的政策化结果 却也持续强化了以男女两性来理解性别 并且以女性的弱势位置作为优先的分析视角 即使今日各种性别和性身份纷纷现身 他们还是被当成正典的异性别男人女人之外的另类 而另类或拖缘 在追求正当性的路途上 也总是要比对并且表现正典的特质 以赢得友善的回应 更往往要在已经确立的性别平等原则上 被严厉的检验 是否合乎性别正义 南辕女辕男的跨性别主体 最清楚看到这一点 从这些方面来看 多元性别的概念 未必挑战以两性为基准的体制 库尔学者Judith Butler也说 多元的性别 未必就是对二元性别常规的否定 如果性别的增生繁衍 仍然被视为偏差 被排挤于边缘 那么这些多样化的浮现 也只会强化二元性别的常规而已 更可怕的是 由于对主体本身在其他社会轴线上的优势 缺乏反省 对正典常规优势位置和正当性的渴望 又从未被彻底挑战 结果反而不断在不同的场域当中 衍生这种渴望 同志运动出现对半装黄后化第三性的排挤 跨性别运动出现对于不完成变性手术者的质疑 都反映了边缘对于几身正典的急切想象 不惜和那些不够正典的同侪 划清界线 性别被确立为优先轴线的另外一个重要影响 就是性别 特别是女性弱势的思考框架 越来越强力主导大众对于性的认知 我还记得1990年 你们有很多人还没生啊 我还记得1990年解言当过 那时女人意气风发 不怕越界 不怕骚扰 立志突破限制 壮大自我 在性的领域当中更是勇于开拓 挑战争敏 台大女生当年在女生宿舍要一起看黑片 大丹女生联盟在台北大安公园集体公开教寸 都是很有冲撞力的举动 可惜良家妇女心态的女性主义者和妇女团体 对于性只有最保守的记性的立场 这个记是嫉妒的记 但是它的意义并不是只包含嫉妒而已 我把这个记性啊 sex negativity否定负面的意思 记性的说法其实来自于格尔勒文 她在描述西方文化对于性 所抱持的负面情感的时候用的字眼 细度的记性 我把它翻译为记性 因为要着重好几重其中的意义 不但包括对于性的顾忌 禁忌 忌讳 也包含了记性文化当中 常常见到因为情欲评级 情欲经验评级 而对他人的情欲活力 所抱持的细度心态 这个倒是真的 好 那当时的良家妇女心态的女性主义者和妇女团体 对于性只有最保守的这种既性的立场 不但没有能够建立实力开拓空间 反而大幅的退缩 把你的描绘的越来越无力 面对性处理性 只能倚赖国家法律来进化社会作为保护 更在后期的发展当中 将立法的意志转移到保护而上 强化对于成人性资讯和性活动的监控和规范 这些以保护主义为本的扫荡和严惩 在实质上只促成了对于性百般经济的伪善氛围 更以新设置的各种性别立法 使得性的资讯与互动左右碰壁无法施展 对于性主体形成严重的剥夺和压迫 这些都是在多元性别的温暖宣誓当中 被掩盖的现实 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面对多元 那么就不能止于已经主流化的性别中线 而必须像这个工作坊的主题一样 推进到多元性斜线别 对于性的多元 以及社会其他差异因素的多元 都要有所认识 积极推动 而且不能只谈多元 而略过差异和污名 不能只谈多元而不谈社会位置和资源分配 多元性斜线别更不能止于今日的身份列表 而必须真正开阔地面对那些不熟悉的 难以想象的很容易被妖魔化 我们必须承认 在性和性别的场域里 我们的认知目前还是很有限的 狭隘的 自我经现 自我经验为中心的 而我们都需要虚心的受教于更多的新主体 更复杂的主体定位 以及没有预期到的持续变化 说穿了 真正的多元性斜线别 将不是主体的多元多样而已 它必然要冲击到 另外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和建制 它也会撼动我们的道德安全感 和社会高下的接触体系 也必然考验 我们对多元性斜线别的理念 到底有多少坚持 第二个面向 在认同中觉悟个体内在的多元 刚才提到此刻的多元性别假设 假设是说 虽然有差异 但是主体仍然可以各有所属 你做你的I 我做我的Q 我做我的T 我做我的什么 在性别分类表上 各就各位 守其本分 大家和平共处 相互尊重 这就是多元社会 我在谈上面这个第一个面向 所以已经指出来 这种多元所预设的平等 其实轻忽了已经存在的阶续 这种高下的阶层 以及不平等的位置 还有它对多元主体生命的简化和扭曲 现在我要进一步说 各就各位的说法 那种多元的想象 还预设了认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每个主体只要找到它最真的自我身份 就可以安居乐业 多元和乐 也可以凭着它的真实自我 要求社会提供给它平等的权利和资源 问题是 平等的权利和安居的归属 一定要以否认其他可能身份和倾向 为前提吗 我们观察到身份和认同都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人生的轨迹中 因为和人和社会内陆的互动 而浮现发展 沉淀巩固 变化 重建等等等等的 身份认同可以说是社会化的轨迹 而人生的各种经历 和其中的冲突矛盾 都在个体身上留下各种迂回 隐晦的趋向和欲望 也持续地种下各种多元可能的身份 而各种趋向和身份 则在时间的轴线里 不断展开优先性 主导性的配置和调整 这些斡旋摸索尝试的过程 正是人生的过程 而很多个人 也在各种身份实验和探险当中 累积了他们的人生领悟 对他们而言 身份认同 都是不断演变的过程 而不是终极的归宿 基本上我们不能太本质化地看待认同 否则面对那些自我 身份总是胡疑不定 或者持续游移转变 或者脚踏多条船 或者在现有范畴里 怎么选都觉得自己格格无入的主体 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表达傲慢的优越感 责怪对方认识不清 意志不谦等等 只因为我们自觉知道自己是什么 可是放在比较长的时间轴线上来看 我们发现在运动团体里 常常有成员渐进式的或者突然的改变了认同 成为另外一种主体 投入另外一个不同的预题和运动 本来在女性主义运动里的异性恋女人 甚至男人可能在岁月中逐渐发现自己 更被女人吸引于是开始活得越来越贴近 同性恋女性主义者 一个原来在女同志团体里活跃的女人 可能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行自己的认同都趋向阳刚 因而决定开始服用男性荷尔蒙 改变外形 改成男性的名字 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爱原来就爱的女人 但是同时她也拒绝采用目前为止 还很不理想的阴京重建手术 一个原来在跨性结团体中找到了认同的男变的女 可能逐渐发现余虐的性爱实践 更吸引自己 更符合自己对自我的想象 于是投入余虐恋的团体 错终复杂的认同 欲望 吸引 想象 不断地在我们的人生里投射变数 全面拒绝 或者否定自己或他人 内在的错终复杂 矛盾冲突 构成了许多人的痛苦和压抑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 就实际的日常生活而言 每一个身份 每一个认同 都是摸索实验的过程 都是我们变成这种人或那种人的过程 没有人是生来就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或化性别的 我们都需要在过程里 吸收身份认同的具体体现和感受 摸索地活出身份认同的样子 和感觉 也以此在过程中融入我们想象的社群 没有人是天生 纯粹标准的某个身份 我们总是在社会生活中 跌跌撞撞的不完美的摸索的演出 此刻所拥抱的那个身份 或多个身份 有些人就此终老一生 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情愿接受陈迹 从这个现象来看 认同政治 若是热衷于分类 热衷于归属 以便建立某种秩序 那么就注定了会遭遇这些有种的 若即若离的隔阂不入的主体 也会漠视这些主体内在从来变存在 而且不断衍生变化的各种冲动和倾向 性斜线别多元 因此必须认知 个别主体并非一个一个格子 干净利落的归属一个认同 相反的 主体内部美积的各种沉淀 民科的自我和欲望 自我因此是一个 不会禁止的动态过程 就像我们身边的社会一样 充实着张力矛盾 它无关乎真实的自我 或者不成熟不稳定 它就是社会和人生的实际状况而明 多元性斜线别不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具体活在现实中的主体 因此他们的存活和人生 也必然会对任何有关于平等的宣称 形成最切实的讨厌 对那个希望主体各有所属 稳定不便和平共处的体制而言 这些分裂变化犹疑是麻烦的讨厌的 甚至危险 然而温情卖卖的多元主义 无法解决主体自身的充足需求 更无法处理由于变动所带动的 对于范畴和归属的冲击 多元的前提 如果只是各手本身和平共处 井水不犯河水 那恐怕只是企图建立一个固定的定位系统 一个压抑个体多元的机制 一个看似井井有条的分配体制而已 好第三个面向 刚才谈多元多元性别或多元性协限别 指出来说里面的一些多样性变化性历史的面向 可是我们真正面对一个很大的现实 就是第三个面向 因为在台湾 保护主义 早已经仅仅说了多元性协限别的空间 我们空谈多元一点用了没有 因为周围的高墙已经属于 在意识形态和公共论述里 可能比较容易拥抱多元性协限别的理想 但是这种温暖和兴奋的氛围 却也使人忽略了 多元是要在社会脉络和日常生活里落实的 然而台湾社会的现实在过去十年中 已经彻底改变了 多元性别的空间 在新的儿少保护主题之下 早已被斩杀殆尽 戒严体制结束以后 反对势力得到了分享政治空间的机会 四十年戒严所形成的国家 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想象对立 逐渐瓦解 取而代之的 使公民社会的某些成员 与执政党派更进一步的互相合作和渗透 两千年民进党执政后 为了巩固少数执政 逐渐拉近原本就有合作关系的某些保守公民团体 企图以保守公民团体所代表的道德正当性 来补足自身政党的统治正当性 也因此逐渐形成了 国家与公民团体的新结合 发展出新的权力功能组织或权力形态 学界称之为治理或协同治理 在这个新的统治模式之下 政府不再是国家的唯一权力中心 许多民间机构或主体也可以在不同层面或场域里 操作跟政府传统权威不同性质的权力技术 或社会控制方式 并且还进一步在全球化的氛围里 与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 接轨 带进更多的规范技术 掌握更高的来自国际社群加持的正当性和规范 很遗憾的是在台湾的脉落里面 我们看到最成功和政府接轨的 是一些西方宗教团体包装自我所形成的 社福儿少性贫团体 性贫团体 简称性贫团体 社福儿少性贫团体 他们都称呼自己是这些这些社会团体 会很容易变形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他们取代了越来越没有市场的网民党 成为保守价值的新推动者 他们持续推动各种性邪限别的立法和执法 卷动了我们这个严重少子化的年代 对于管理和保护儿少的社会焦虑 夹带着耸动媒体不时煽动的性恐慌 快速地推动了 从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到儿童及少年福利 及权益保障法 到性骚扰防治法到性侵害防治法的设置 以及对其他法条特别是刑法的相应调整 那些新的规范力道都使得人际互动和情侶实践 落入更为严谨的监督之下 使得大众对于和性相关的事情充满了疑虑和猜忌 当然也就仅说了多元性邪线别主体的生活空间 使得多元性邪线别的落实更加捉近见肘 我今天没有办法详细地去讲整个法律的转变情况 有兴趣的朋友请你到我的个人网站去看我写的好几篇论文 我都有时候怀疑说为什么我作为一个英美文学的专业者 要写一堆跟法律相关的文章呢 在场的法律人拜托你们 来帮忙我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这是你们的专业 但是你们不做 就只好我们办料子的来做 除了增加了大量的立法 对于性邪线别的活动的资讯加以严密监控和惩罚之外 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说明这种紧缩的特殊操作方式 这也是我今天最希望讲清楚的一件事情 新的性邪线别立法 并不是对所有的多元性邪线别主体 都形成同样的压抑和白底 事实上作为文化主义本身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拥有更为细致的区分和管理技术 从大的脉络来说 本来新兴的民族国家 主要就是努力打造一个同质同化的社会 但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冲击之下 不管在劳工迁徙分工模式欲望消费主体认同上 后进的民族国家包括台湾都被吸纳进入全球化的体系 趋向于先进社会同质 结果反而提高了本地社会的一直性 社会差异不断增多 也有人称为这叫小众文化当道啊 个别性高涨啊之类的 这种社会差异的不断增多 反正社会越多元原有的国家管理与社会控制 也被迫要积极调整 一方面吸纳收编某些可以接受的差异 进入体制内 另一方面则严厉的排斥或妖魔化 另外一些更大的差异 这也就是说多元社会要发展出处理多样差异的权力技术相关知识 以便对社会秩序做出更有效的控制 换句话说 从各种社会差异中区分出来可以容忍的差异 或者需要严厉监控的差异 或者必须根本隔离放逐的特定的偏差等等 然后分别处理 这样可以既保持多元的形象 也可以行排斥之实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2003年台北的同志书店金金书库 因为犯受同志色情材责而潜入官司 这是以刑法235条散播猥亵罪起诉 经营者赖政者奋战到底 逼出了大法官617号的解释 这个解释和原来407的解释很重要的差别 就在于新的解释 明文的说 保障少数性文化族群 依其性道德感情 与对性风化认知 而行诸为性言论表现 或者性资讯流通者 代话就是说 某些性少数的性言论或性图像 可以算是性言论自由范围 听起来很不错 性少数好像得到保障 可是接下去 看这种开明的态度和宣誓 对照起来看的时候 那一些在这个解释文里 挑出来叫做 含有暴力信业代或人受性交 但后面一个字被我害了 我的官司把这个东西放进了他的脑筋里面去 他就挑出来这些所谓好像看起来 最根源就不能被接受的 含有暴力信业代或人受性交 而且没有任何艺术性 医学性教育性价值的 猥亵资讯物评 要被全面进决 我是在这个条 这个有点什么叉叉价值之下 所以跟津津书库的案子 结局不同 前面对保障少数性文化的宣誓 建立了一个开明而高超的立场 后面那些既没有价值 但是又包含了可怕的负面内容的东西 在对照之下 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可取 在这里就清楚地看见了新的区隔 更为边缘的SM或者人受交 被点名列入刑法二三条的惩罚 而其他可能比较符合主流价值的色情内容 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虽然是否真的有点空间还是存疑的 但是至少在大法关系说 你们没有被点名惩罚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保守团体 所严重关切的圆交跨带链等等 这跨带链当然就包含了 像书书链啊任同这种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这些 也是被视为非常非常可疑的一些活动 因此他们都不分青红皂白 成为被妖魔化的典型 被媒体和舆论丑罢 被检警和法律严厉扫盗 在这种背景之下 思考此刻同治婚姻 在某些场域已经开始接受到的 善意接纳和积极推动 真的是很发人深省的 当然这种容忍差异的多元社会 在监控和排斥时 所使用的知识和权力技术 最终的效应 不会局限于特定的偏差而已 而是一体适用于所有的实践 包括占据主流未知的异性恋情欲 使得异性恋也不能逾越常态异性恋本身的规范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火车发事件 即使是异性恋也会受到非常强烈的谴责 换句话说 多元文化主义下的柔忍差异 包含着严密的巡逻 因为容忍就是勉强的 就是有限度的 在这个意义之下 多元文化主义是国家此刻管理社会差异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是有弹性的社会控制 在它之下 多元性邪限别 可以享受的绝非平等自由 而是接续分化 差别待遇 而对照着我刚才讲的 而照立法 执法和社会的选择性排斥 主流意见对于多元性别的友善回应 事实上间接漂白了对于多元性邪限别 或者说精准些对于性多元的全面封杀 对于多元性别 我们没有看到法律上面的真正具体的优惠或保障 但是对于多元性邪限别 或者对于诸多的性多元 却是绝对的法律的处置 讲到结论 性邪限别多元的再生产 如果说多元性别理念在此刻的流通扩散 反映了台湾社会 坐在表面上给自己和世界看的开明形象 但是同时掩盖了多元性邪限别所承受的污名压抑 以及刚才提到的广泛的罪行化 这样的发展就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有意思是这个两手政策 还只有在去年珍爱联盟强力阻挠教育 中小学性的平等教育课程中规划 认识同志单元教师手册和教材的时候 才以最清楚而毫不遮掩的伪善面貌呈现 就要感谢珍爱联盟 让我们看到这个两手策略的非常清楚的对比 中小学教材的问题之所以引动保守团体 不惜高调出手 因为它直接相关了性邪限别多元主体 是否得以早早得到滋养培育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再生产的问题 换句话说 当下的征战已经不能只从单一片面的权益 或者态度或者价值观的角度来想 而总要开始思考多元主体的再生产问题 如果各位看看主流的全面布局 强力捍卫或近战某些区域 才能明白 全力欲望的思考是夺目的有前瞻性 而这个前瞻现在正利用未来利用而上 利用当下对于未来的焦虑来占有现在 相较于文化批判或者运动对话 法律和教育这两个领域 是社会控制最明显宣誓自己的空间 因此也是被官僚权力彻底穿透 内在层层牵制 随时生产实质惩罚的空间 如何否认的 也是被众人公认是最保守的空间 但是值得我们警觉的是 这两个空间都在近年被儿少保护 所催动的监控管理措施笼罩 不但支持层层叠叠的防治体系 积极执法 同时也在教育体系中复制类似的规范 更以校园通报系统 使得校园成为严密巡逻监控的空间 这个通报系统配合着校园里 积极宣传与执行的性骚尔防治 性侵害防治 性霸凌防治 或许利益是要使校园成为安全的空间 但是事实上 却宣导了最僵化的人际互动 最局限的人际互动 也同时强迫所有的教职员员工 纳入监控通报的体系 把许多并无恶意 或者没有什么恶果的细耍玩笑表意 或者根本不太需要严肃处理的互动 都一体列入的闲银行为 构成一个新的严厉的毫无弹性 更黄论多元的空间 所谓保护和安全 结果却是扼杀和压抑 这正是性邪限别多元而少主体 所面对的日常现实 今天工作方特别安排了 介入法律和教育的场次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做法 或许不会针对 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惩罚的法律 但是总是面对了这两个领域 法律和教育的重要性 我也对未来可能针对的讨论 极有兴趣 多元必然需要的是开放的 充满可能性的 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台湾 却在保护主义的氛围里 用法律和规范 制造不利多元主体成长 伸展存去的空间 更把无数儿少多元主体 送入了羞辱晚教的空间 对于色情的打压 剥夺了性主体的愉悦和幻想 养成了羞耻和罪恶感 对网路言论的监控 剥夺了性主体的自我表达 和与人沟通 对于儿少主体的资讯和社交的限制 剥夺了性主体成长学习的重要管道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有没有看到最近日本 女性主体者上演千赫子 发表的一个立论 还没有看到本地的讨论啊 大家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这当然是在台湾是绝对违法制行为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思考 我们可不可以讨论 怕的是在台湾现有的言论空间之下 连讨论也不行 因为可能正说人犯罪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关键的方向 就是不同的意见 现在也很少空间 有关于性工作 有关于跨代研的整个的讨论空间 几乎是没有的 不要说行为不能做 说都不能说 讨论都不能讨论 其他完全不容许任何多元的措施 目前也都已经在校园里一一的就位 我最近在开教语会议的时候 他们在修改一个法条 这个法条就是 如果在校园里面发现疑似性侵害 是牵涉到老师的 疑似性侵害 那就要通报 先让这个老师停职 我当时问一下 我说那是不是有过调查 他说没有 只要疑似 这个老师就停职了 我想说 哇 你们学生现在这年度真爽 想要害个老师太容易了 因为只要随便送一封信 就可以疑似 那个疑似就必须要被报备 然后就停职 停职以后 然后说话的 老师还振振有词地说 没关系啊 将来发现没有了 就复职啊 完全不知道 公民是怎么操作的 完全不知道 一旦贴了一个标签以后 就算洗白了 都洗不回来 那个形象 那个冲击 已经造成了伤害 这一些措施目前都在校园里面 一一地就位 而且夹带着极高的正当性 对于每一个人生活都形成了压力 而且这种压力是内化的压力 是人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想 可不可能处罚 可不可能有问题 今日我们要面对的真正挑战 恐怕不是如何友善地对待性别多元 或性邪限别多元 这种温情的说法 恐怕完全不是我们要面对的 我们要面对的是如何对抗 拆解那些显然已经在压力 排挤性邪限别多元的建制 因此我们的奋战 也是为了性邪限别的程序 为了再生产而继续的努力 谢谢 请问何老师都可以 欢迎你 喂 我觉得在这场合 我还是说我是胖牛 因为我觉得在这场合 说我是周德人 我觉得怪怪人 好 那我是胖牛 提起点人的胖牛 那我觉得有一个 刚才何老师讲的这个问题 我一直在反省 说我为什么去 这么害怕这个主流的东西 我不是在一个大大面校任校吗 当我去另外一所大大面校演讲的时候 其实我之前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我女儿刚好在这个学校念书 我很想说我见她一面 因为有的时候她常常不回来 她要回来的话 就是说因为没有办法活动 她才会回来 那我要去看她 可是我想说 我去看她要 那说谁去看她了 是你的爸爸来看你们 那你的爸爸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很难去解释 虽然我去这个学校是讲跨性别的 那我觉得在 刚才何老师讲的 有关于这个 学校里面列入一个监控的管理体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 它没有被盘面化 它是隐藏起来的 而那个隐藏的东西 看不到的东西 却是很可怕的 那表面上好像说 盘面上讲说 哎呀那不是就放在我们平台上 我就叫多元性别嘛 可是我在想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 我为什么还会去害怕这样的 说好 我已经归类安置在某个多元性别里面来 那 是不是说 我觉得在个人的行动上来讲 或是你不管怎么样做 你还是很渺小的 那我是觉得说 可能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常常会觉得有这种无力感存在 因为我上的是必修课的民主与法治 我带了学生去参观地方法院的时候 那个检察室 居然还是对学生讲说 你看同学们 如果说你在网站上 写一个那个圆 或是什么那种 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那时候 我到底去反驳他 还是不去反驳他 我不去反驳他 我觉得违反我自己的本质 可是我去反驳他 你就不符合那个被划定 那个叫主流的疆界 你不能去挑战他 即使你是上这个科目的 你也是一样 那我常常会想说 我去实践了什么 我没有实践的能量 我不想着说 何老师 你给我什么实践的能量的建议 好 谢谢 我通常都会说 我们的能量都是很小的 所以要建立实力 遇到了那一种场合的时候 可能你原先就要先研究过一些东西 你以至于这个法警 讲到什么什么话了以后 你就会讲说 对不起啊 我好像读过徐玉秀大法官 针对这个事情写了一些不同意见 他说 叉叉叉叉叉叉 就用徐玉秀去打法警 这样的 你有懂吗 这方面的话 我也觉得作为知识分析 就有责任 你必须要去生产一些论书 你为什么要写五百万字 因为我就希望 把一些武器在那边 你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拿 你就可以去说 哎 某某学术研究 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在某一本书里面 读到什么什么什么 不再是说 我个人一己为国之力 去对他们的体制 而是拉着所有其他 可以用的武器一起上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的 至于去学校看女儿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固然有一个 跨性的身份的面向 可是还有一个面向 是家长的面向 我会觉得说不要吧 哈哈 作为你的子女 我如果在学校呢 我会觉得说 家长要来学校 不要在学校出现好吗 因为我作为一个 独立个人的形象 在那个时候 突然就被矮化成孩子 然后别人也会说这说那 什么之类的 你就让她在那个空间里面讲吧 对 如果说你觉得 她可能想见你什么之类 事前问一下 我要去那学校 你会不会有事情要找我 说你是不是有事情要找我 她说没事 那就好了 就不用见她 你就在别的场地里去见 这一方面 我觉得也是 父母亲 开始需要认识到 就是孩子都已经长得很大了 不要一天到晚冰烧 我们在学校里面看到无数的孩子被父母亲的这种追杀 害得很惨 什么都要交代 什么都要管 随时随地的这个监控 太可怕了 他们已经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 就拜托放手了 其实应该更早一点点放 因为他那个情绪上也好 人格上也好 受到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简单的回答你 两个问题 而且你是一个常常读文章的人 多用别人 可以不要用忠德隆的文章 用那个头比较大的 玉秀大法官的文章 这样的话 在什么体制里面用什么东西的去打他嘛 对 这样的司法体系里面 你去讲大法官的话 下面人就不敢顶端了 他既然有这个阶层体制 你就用吧 好 对不起 河老师我想请教一下 今天在校园里面 然后经过这个整个教育部的努力 经过很多所谓的这个 先圣先贤 那于是我们有了今天的一个校园 这样的一个环境 什么 性别教育平等化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就开始 像你刚刚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情况 现在的老师 这个如果动不动说句话 或者是怎么样 就会有人觉得不舒服 然后下面就没完没了的 这个开始调查什么 然后学生之间也一样 那但是事实上今天这种情况 教育部觉得我们花了多大的功夫 所以教育部觉得是很高的成就 然后对于某些这个努力过的人 也觉得看着这样丰盛的成果 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欣慰 那可是我就不免我听到了您的演讲 我就觉得那个confused 那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描绘一下您的愿景 您希望在校园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在过去这二十年当中 我常常被要求要扮演先知的角色 要谈未来的愿景 要谈未来的理想的状态 什么什么之类的 问题是画出这一块饼 画出这样一个蓝图 多半是要在某一种权力的吹逼之下 所以你有那个欲望 你想要布局 我就不是那种布局的人 我就是希望不要布局 所以我就讲不出来我要的蓝图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什么地方痛苦 我知道我什么地方不耍 我知道什么东西限制的什么 我觉得像刚才你的描述的话 你在描述就是说 好像教育部也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先贤先生也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有很多很多人受苦 然后这里面就产生了矛盾冲突 看起来好像是三件独立的事情 在那里冲突 这里面总有个因果 到底这些事情怎么跑出来的 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 总要冤有头 战有主吧 如果不能怪教育部 可能确实是要怪一部分 那可能也要怪某一些设定 某一些想法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关心体制的人 因为我觉得女主义要做的事情 不是改变一个体制而已 体制本来就是蛮糟糕的东西 90年代的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一个社会 改变人们的看法 改变人们的感觉 改变他们的情绪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彻底的改变人 可是很快的它就变成了说 我们要改的是体制 我们要改设 我们要设法 可能要立新的法律 我们要设新的政策 我们要分享资源 就突然变成了这种分配的问题 而不是我们怎么去创造 生产新的主体 不一样的主体 我们身上可能是在一个保守文化之内 所成长养成的某一些保守的习惯 可是我至少要让别人能够输得来 能够让孩子有不一样的空间 可是你知道经过了这20年以后 你看到校园的时候 真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去保护 孩子一点力气都没有 他只能转过来说去搞 那个力量到哪里去了 9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在谈说 其实对付信号很简单啊 你就回头来对抗他就好了 当时我常常讲一个故事 是一个国二的一个 教国二的一个国中老师跟我讲的 说他有一个女生 在公车上就是被人家顶 然后女生就很不爽 然后就转过头来 四目相接 各位这是要本事的啊 国二的女生 四目相接看着对方 停一秒钟以后说干 好 你可能经常说 哎呀女生怎么可以讲这样子的话呀 你想到的全部都是笔节啦礼貌啦 分寸啦这些东西 你没有想到这一刹那 这一个女生所爆发出来的能量 那样一个能量有效的对抗的 当下他所接受到的这个无辱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觉得所有女生都说得出来 所有女生都会去学 有各式各样的对抗方式 只是现在我们所做的方式是立了一个法 以至于那个网眼很细的一撒网 所有的事情都变成骚扰 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敌意 所有事情都变成应该要被通报 应该要被成大的事情 然后这上课的时候已经不能乱举例 随便举一个例 大家就说再去分析一下 这里面有什么什么 这里对于性别 对于性别不平等 对于性对于什么 都是一些非常肤浅的表面的东西 更何况现在我们所做的这种性别统计 每一次数一数多少 大家看男生得多少 女生得多少 这不是我们原先 女性主义想要做的事情 这样子的一个分配体制 永远就是在万事不变 正在下面的数学统计数字 改变的这个状况 而不是在生产的管道上面 去改变主体的状态 去改变我们这个社会的感 这个质感 现在的这个质感就是很恐惧 很害怕 在学校里面 你不要看到说好像 什么风风光光的这个统计 那个那个 那个底下的布满很多的 就好像 不要看到中国大陆好像经济很成长 那底下的布满很多 都随时快要爆炸了 一样的 校园里面有很多人 对于这一套性徒法所带来的 各种建制 各种计算 非常的不满 这一些统计 多半都在做账面 我自己在学校里面 我常常被做账面 然后也常常看见别人在做账面 我就会觉得说 呀好像大家都很忙 我也听到有一位女性学者 跟我讲说 我们真的很忙耶 你们忙过来忙得不得了 我就在想说奇怪 我的忙好像都不在那里 他忙得玩很多很多的事情 去算很多的统计 世界变了吗 不见得 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管制更多 压力更大 限制更大 各种痛苦的挣扎 更没有空间可以出来 我最担心的就是 性别平等变成一个最简单的 非黑即白的指标 去套手的事情 我一向相信人是复杂的 一向相信人是矛盾的 在这种矛盾和复杂之下 也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去处理事情 当年1994年 我们在反性骚扰的时候 我就跟主流女性主义者 都很大的不同 因为他们说 我们女人说不就是不 我就说 有的时候是不 有的时候不一定 问题是因为 我也有时候不太确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以退为进啊 有的时候我们是增加情趣啊 有的时候是维持某种形象 扮演某种角色 玩某种幻想 都有可能啊 但是 那样一个很简单的分野 就是在性少人的问题上面 我说不就是不 这一个很简单的思考 现在变成了政策 可是这个不 真的好容易说 也许原来也没有说 但是后来想起来 心有不甘的说就说 说了以后 就可以到天年日 到了原来那个场地 然后性骚扰就开始告起来了 反性骚扰在校园里面的操作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其实连 人们的情欲的互动 应该怎么做 都还没有空间去培养 去扩散 去了解 我们就已经开始 把性骚扰的绝对指标放下来 以至于任何一点点的小不舒服 统统变成性骚扰 没有去看我们 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到底从哪里来 是从对方来吗 还是 根本我原先的脑筋里面 有一些成见 这个成见 在跟这个人的互动当中出现 我当时 94年我就举这个例子 如果刘德华上我的话 一定不是性骚扰 一定是我个人的魅力 使得他对我有兴趣 那如果说是一个中年秃头 看起来阶级成分很差的人 对我表示一下友善 我一定说 癞蛤蟆 小吃 擦擦擦 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在性骚扰的影音当中 很多很多其他的涉入的因素 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 让我不舒服了 我就怎样 情绪不应该作为律法的基础 法律不能建立在人的感觉之上而已 我们要谈法律的话 当然我在区医学的大法大面前 是不应该讲这种没学问的话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实质伤害 才这么做法律嘛 他进场的时间 是因为要有实质伤害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很有趣的是 那个实质伤害 现在被扩大定义 因为我的不舒服感觉 也是实质伤害 可是你知道你的不舒服感觉 我怎么知道从哪来啊 有很多情绪会沟通的 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是不是都能够很直接 直接的怪罪到 那一个人做的某种事情 很难讲 但是现在我 你最担心的就是在法律 在教育这些各式那样的政策 和法条之下 所有的事情都被简化成很简单的 黑白男女 这种二分的法 所有的复杂 所有的可能的游疑 可能的矛盾 都没有空间 如果这样子的教育 你想他养出来的孩子会是什么 小的时候我们会说 这是好人还是坏人 父母亲都知道这种教育很糟糕 因为你单单讲好人坏人 是不能够穷尽 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人的各式各样的样貌 有很多时候的好人坏人 不是这么简单 可以判定的 可是你没有去教孩子 复杂一点的看世界 却是很简单的 复仇式的去看一个世界 那一定会造成很大的恶果 可是 现在的话 在某一些指标之下 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被挑战的 例如性别停的 谁敢说性别人要被挑战 不行 这是多么崇高的人类道德水准 就例如吸烟 谁敢去挑战说吸烟可以 吸烟很好 没有 大家都从教育啊 从健康啊 从什么什么 从各式各样的方向 有很多很多的议题 目前变成了道德上不可容许 绝对不可容许 我还记得从前 师生念是佳话 是好事啊 你知道 哎呀太美了 杨振宁你他的学生 怎样怎样 但是神体何时 我们也变成那种 校园里面师生念 还被突爆了 让他们自己去搞清楚他们的事情吧 旁人 不愿拍快插手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处理 但是他们自己要需要处理的 这种复杂的校园 复杂的个人 复杂的关系 很多很多复杂的东西 都在我们目前的法定和规范体制下 简化处理 那个时候我觉得蛮忧心的 对不起 对话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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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点想法 有点 有点 怎么说 不是很 很 不是不舒服 而是就是说 我有一点疑慮 那个是说 一個疑慮是這樣的 作為一個性別研究室的一個副招學人 參與這個性別委員會 所以當然委員 我們想不想說 我們就是要來執行性別平等嗎 不會 我也有講 兩三年在我們學校的性別委員會上 我們專門做的事情就打 我了解這個兩面 還有這個事情的負責性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法條是這樣規定的 法條就行為的一個結果去判定 但是我們作為性別委員在學校裡面的參與 對不起 我要再按理解釋 因為是有討論的空間 是就case by case 所以這裡頭不是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principle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個態度 然後要抵制 要去對抗這種擠壓性的建制 而是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頭 因為委員會的參與 在校園裡頭 我們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然後我們做一個決定 在投票的這個practice裡面 去把這個原則跟自己的理想 把它付出時間 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的參與 那一個學生他來報告說 他被老師這個熊抱了 然後他很不舒服 他真的很難過 然後他是他的指導老師 他還要繼續面對他 那我們根本如果不在這個位置上 不在這個討論的會議的 或者是有這個投票權的這個 這個權力裡頭 關係裡頭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介入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 當你提出這些很批判性的思考的時候 我當然就是作為一個成熟的知識分子 還有在校園裡面的這個工作 我覺得不是很安穩 那這個不安穩其實很好 就是說刺激我們不斷地在思考 每一件事情發生的個別性 還有就是說 這個別的這個事件裡頭的這個主角跟主體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不想就是說 讓其他人就是參與這個會裡頭 或者是你的聽眾 就是說再去怎麼說呢 就沒有看到這一點 然後就是 啊 我們就要把這些都打倒 或者是說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性別平等法 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然後 事實上 是要走下去還是把它推翻 還是怎麼樣 在那裡猶豫 我給你們聽一個感受的聲音 我給你們聽一個感受的聲音 你看一下 也許 可以 現在還有多時間 十一 三十五分鐘 好 聽完這一點 我想 其實要補充一點 因為剛才何順老師講的 這些東西已經有一位發言說 就是因為現在有非常豐碩的成果 也就是大致上教育部級 很多建制化所帶來的 但這個會讓我們 其實處於的確是文廟化的 就是權力接續當中 為什麼會說文廟 就是我拿自己當天 也調查的案例來講 如果在90年代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年輕的活躍的 甚至為庫爾小說寫作者 研究者什麼這樣的身分 結果我就可以很采籃的說 我在做一些什麼 而那個什麼甚至包括在 就是我實實在在的肉體性在做什麼 但問題在這幾年當中 的確是就是拿了一個博士學問 我了解的確變成一個 在校園做研究以及任教的一個位置 其實也會被規勸 而那個規勸就變成是一個 就是微妙的動作 為什麼說微妙 他也不會來告訴你說 欸 洪老師你不能這樣做 而是告訴你 洪老師如果這樣做的話 其實可能會有AADCC之類的後果 而這樣的微妙化 其實也就是說 就是像剛才洪老師做講 他的權力位置是分層了 而且是更多了 也更微妙了 那其實這些策略要怎麼樣 但是這個有時候變得很無聊 也就是說我剛才來宣稱 我的創作作品 無論是人獸膠 我已經寫人獸膠 也是就是還有皮繩語捏 還有就是各式各樣的polygamers 就是多元的多重的信譽 這些都是要有藝術價值的 有時候我真的很想講 其實沒什麼藝術價值 就是在寫肉欲 而且就是在寫非常非常 想要去藝術化 或是去挑戰藝術化的肉欲 可是這個東西 即使在一個貌似開放的 大學或研究所課 它也是會被溫柔的規訓的 而這個溫柔的規訓 也包括剛才某一位 講者講到就是說 其實一個教師的位置 也就是我現在變成一個教師了 其實常常會被我妙體勸告 就是說 黃老師我知道你怎麼 那個你怎麼樣 是說好像把我一些例外狀態 先講進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可視 那個可視就變成一大堆 其實官號之後是空白 但是其實要你自己去天空 你不能做的事情 一個教師的位置 都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實際上我本來覺得 我應該是可以跟很多 就是少女啊 就是大學生的少女啊 或研究生的妹妹來問我 實際上這個都只能就是放在心中 自己都會 也許可以做啦 或者說實際上我 也許可以做自己的配套 以及對方也跟我有一些什麼 可是這個都變成是絕對更危險的東西 因為分手之後不爽了 就被怎麼樣了 這個大概就是剛才那些例子 所帶來的某一種 就是讓我現在會增加的 接生的某一種成果 所以這個成果是多麼的 就是這個現行是終於的糊塗 我想大家應該會各自從畢的位置 可以搶到一些什麼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世信大學性研究所的老師 我蔡敏好 非常高興何老師 提出這麼多 我想邊緣發生或是病類的批判 讓我們大家可以討論 那我想在剛剛何老師在大概 對不起我才剛進來 五分鐘的評論 系列 校園的部分的一些評論 有相當多的觀點我非常的認同 譬如說 我們其實在這個性別教育或是性財上面 我們一直在處理 當女人說不要的時候 OK 但是呢 我們從來沒有教 尤其是女性如何去說要 所以這裡面在性商導上面 就會產生很多 其實剛剛何老師講的非常精彩 非常這個 寫實的一些狀況 其實我們在處理不要 可是我們沒有教他們怎麼去講要 所以那個要與不要之間的各種曖昧 各種流動 其實就成為是一個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是很認同 其實我們性別教育或性教育 在肯認 還有在提升女性說要的時候 那一部分的確要加強 OK 但是呢 對於其他的一些觀點 我想我們是多元研討會嘛 那雖然有陷阱 不過既然要多元我們就面對 好 那所以這邊有幾個觀點 有關於剛剛講到這個性別統計的部分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在行政院的信評會裡面 所以對這個性別統計的部分 我瞭解下面很多的不滿 尤其很多這個做這些Kideous的統計的都是女性 所以我們也看到這一點 的確是這樣子 可是性別統計不做的話 我們看不到資源的配置 那資源基本上跟權力跟我想很多事情有關聯的 從節奏的角度來看 我們第一個 我們形式上至少要某一個程度的一個平等 如果連形式上的這個平等都沒有去倡導或者倡議的話 那其實主觀的或者是意識形態的一個一個努力呢 未必是每一個女性或者是每一個人所需要的 此外呢 剛剛柯老師那個調說 我們其實要的不是那樣子的一個統計不善的資源的混配 尤其從 柯老師是說從女性主義 我們女性主義要做的不是這樣的事情 可是女性主義有很多種嘛 對不對 我們有社會的女性主義啊 我們有馬克思女性主義 whatever的 OK好 這個讓我很緊張 好 所以呢 我們是不是也能夠容許其他的女性主義 也有追求他們理想的一個空間 那性別統計的確有些幫助 也都會性別統計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去處理了很多法律上 對於某一個性體的不平等 好 這個細節我想因為沒有時間 此外 校園的性騷擾的部分 呃 我個人也在教育部的性評分裡面 在房子小組裡面 我自己處理了很多校園的事件 和老師所擔心的那些事情 可能有 但是目前我們看到的一個趨勢 就說校園性騷擾的處理已經精緻多了 就像你剛剛說的 做完了回家做想不爽 就開始 這個告性騷擾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樣的告都不會成立的 剛剛我們鍾老師嘛 鍾老師這樣說 一個案子到姓平會 還要經過很多的討論 那姓平會很多都是正常合理的人 他們在針對一些事件來做一個判斷 那即使還沒有到姓平會之前 在調查小組裡面 的確網開了很多狀況啊 那女生可以以為說 我們要交往的時候我跟妳做 做完之後發現 欸你沒有要跟我交往 我就告你 我們基本上認知了說不會讓這樣子做一個成立的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在校園的實務上面 其實經過八年 姓平法十四八年之後 有不斷的反省 不斷的檢討 OK 其實在事件的處理上是精緻的 其次 是不是一定所有的事情要走這個 準司法的一個程序 我們現在開始在修姓平法 我們希望有多遠處理模式 很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多案子其實也是教育的部分 是心理的部分 是能量培這個提升的部分 不至於 不必要去走這個 這個 這個司法 準司法的程序 這個非常的認同 你們會修通報體制嗎 通報體制不在姓平法的規範 那個是兒哨等等的 那是其他的法案的部分 OK 是的通報 我們姓平法的通報是跟著其他通報來 性侵害犯罪 還有兒哨保障法的部分 所以以上我想說我非常的認同 就是其實我們 Ultimate Go 最後的一個目標是希望 我們人 每一個人 不管任何的這個這個元素的人 大家都是一個具有人權 一個人道的觀念 這個絕對的認同 那可是這個過程中 它有階段性的事情要做 所以因此我想 姓平法或者是行政院 這方面這個姓平會的這個性別主流化 其實我認為它是某一個程度 它是某些階段的做 而且它用不同的方式去做 結果我相信 你一定會跟何老師想要看到的 或者是您也許沒有意識到 您可能會看到的 其實不會差很遠的 以上謝謝 好 我大概只有兩點特別的回應一下 一個是鍾越子你提到的這個 你跟體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我是務實主義者 我不會說咱們就五居三寧 不管這世上的事情 不 遇到該打的時候打 牽涉在內的時候做 在委員會上能擋的時候就打 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好那現在轉到了羅燦英講的事情 我自己在信聘會上的經驗其實是 我們浪費太多的時間去確定一件事情 是不是成案子 那個時間那個經歷可以不用去不讓這種案子出來了 為什麼人們會想到他可以去告 那個局已經被你先搞成了 隨時隨時我就要高興 我就告 我自己是信聰的 我去告 然後每個人的關注都在說 這是不是性騷擾 反而沒有去想說 到底我們互動感覺怎樣 我們應該怎樣互動 所有的這個行政程序 做過的人才知道有多凡夫 就一件很小的案子 要開多少次會 要寫多少秘密的東西 要謹慎的這個那個 那個綿密的程度 實在是很可怕 浪費很多很多的精力 這一部分的代價 我覺得是應該被投到另外一些方向去 去改變人們的感覺 無論今天談性貧法實施 它有多麼的正面的措施 你沒有辦法解決一個真正的現實 這個現實就是 邊緣主體剛才洪林談到的 心裡面的已經被種下去的那個恐懼 那樣一個自我約束 那樣一個壓力 今天性貧法不能說我在保障大多數人 你必須要去想說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是不是使得其他的主體 陷入了更可怕的一個處境 陷入了一個更高的自我的規序 那種整個社會的氛圍裡面感覺怎樣 我相信這幾年 未來這幾年 我還會寫很多的文章去track 去追蹤台灣社會在這幾年上 整個情緒 整個感覺 整個主體的狀態的變化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一個記錄是必須要被拿下來的 它不是制度而已 它絕對會造成另外一些的這個結果 那個這個結果就是我們需要去記錄的 我今天在這裡提出來說多元主體陷阱 因為我擔心的是某一種溫情的多元的說法 某一些看似很建設性的做法 變成了我們對於台灣目前性別的狀況 或特別是性斜線別的狀況 性多元的狀況的處境的一個錯誤的評價 和認知 我也希望在未來的幾年當中 能夠看到更多的這方面的成果 這方面的說法 讓我們對於一些社會的狀態 有一個比較複雜的 但是也更清晰細緻的認知 今天還有很多的時間討論 希望大家都把握時間多講一講 因為我們到最後一場都還會有溝通的時間 而且現在的話因為我手錶說還有一分鐘 好 我們一分鐘就解決我們兩個 老師好 我是那個高斯達希 我是宏林老師的口試學生 可是我現在都一直在畢星基金會當教育宣導專員 那宏林老師有讀過我的論文 也知道我的論文是做SM 就是做男同志與虐約關係的協商 與性資本的建立 那我想就是剛講到於體制協商的部分 其實我有點疑問就是說 因為像我的論文裡面有提到說 很多的男同志 他們其實把霸凌的經驗轉換成SM的性資本 那在SM的性資本 他們得到很多的快樂跟愉悅 那可是當我在教育宣導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說 霸凌其實也很棒 其實可以把SM的人 都是得到很多的愉悅的性資本 可是 霸凌的意義不是只有這一項 霸凌也可以是一個好的經驗 這也是我對於 性別平等教育所做的某些事情 非常不安的狀態 你自己可以長出力量來處理 所以對霸凌的事情也不要太簡單的說 只有那個情欲才對 對對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要 演講的時候 當我提到這一塊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聽眾反應給我一個就是很 他們就會說我好像某個方面的程度在鼓吹 因為就是被霸凌的人好像是不是可以得到當中的性資本 那可是所以大家就會 可是我的意思只是說 在天秤的右邊已經傾斜到一個極度傾斜的部分 那我當我偏左的時候我把我嘗試讓這個天秤平衡的時候 他們反而會說我在鼓吹這件事情 那這好像就是一個體制間的兩難 就是說那不知道是不是在演講的場合 或者是說在我們實踐的場合當中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去 讓我們的聽眾告訴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並不是真的在鼓吹 我們只是在提倡說 性別的多元的可能性 還有主體性的發展 是不是有某種方式可以讓聽眾能了解這一塊 你所面對的困難不是題目的問題 而是目前整體上在台灣就養成的這樣一個 只有兩個大案的想法 不是跟我在一起就是我的敵人 不是黑就是白不是紅就是兜 各式各樣這個思考不是一個你個人 啊這麼大的牌子說還有五天 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不是性而已 不是性而已 我已經說過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在 而台灣整體的環境就是一個簡化思考的環境 這不要說只是在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專業裡面的問題 政治上清清楚楚 學術上常常可以看到 人們好像不太習慣說 我們可以談不一樣的意見 要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定是有種對立的狀態 忽然是有對立的狀態 我跟主流女性的對立 是很清楚的 可是有的時候那個對立 你不是說我要跟你對立 而是我所代表的那個立場 跟你那個立場 有實質上的問題上的出場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也覺得說在場上面 遇到了這種 你是不是走對面 然後在那邊怎麼辦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對你來講是一個挑戰 我通常我不會說我只是這樣而已 我會把它再放到更大的脈絡裡去看 去談 那一種簡化的思考 我覺得真的是台灣生活目前 需要憂心而擔心的 絕對不是只有在這個名義裡面 那一種非常簡化的 中國因素啊 銅啊 毒啊 藍啊 綠啊 這些東西 才是應該我們真正需要憂心 它是一個整體的思考模式 它不是只是遇到了性和性別的問題 也說是這樣 它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是一樣的 在教育的體制之內 今天也是做研究 所以你還有一個正當性 可以去談SM的話題 今天你要是不是做研究 那就沒辦法了 當年我在打動物業網頁官司的時候 警察官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研究計劃在做 這個人壽交方面的東西 我實在覺得說 最學術在做什麼的話 要看你有沒有計劃 我們一個官方在的章 一個正當的事情 才叫做有學術性 所以今天的話 你在某一個體制之內 你有計劃 你有論文 你有什麼你還有一點保障 老實說你換了一個領域的其他的人 真的好難啊 我看到的提神 基本上都要在藝術和表演的領域當中 才能夠現身 為什麼我們要變成這個樣子 這不是一個很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 自由的多元民主的國家嗎 為什麼我們每個人 因為新聞現在都裝了一個小警總 這個不能說 那個不能講 不能討論 不能表達意見 這一個不能表達 怎麼形成的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談用藥 為什麼不能夠談跨代 為什麼不能夠談各式各樣的和未成年的經驗 為什麼不能談 注意喔 為什麼不能談 為什麼在言論上面都不能夠有這樣的東西 到底這樣的一個Lolita小說到底傷害了什麼 作為一個文學的作品 作為一個自我的表達 不能存在嗎 為什麼我不能談不能看不能讀 要問的就是那個氛圍怎麼養成的 如果90年代我們曾經有過什麼都可以 你去看島嶼電源的妖言系列 女人是不怕的 女人是可以去理解自己 去處理自己身上很複雜的狀態的 那樣一個氛圍到哪裡去了 那我就要問了 從那個年代到這個年代 出了什麼東西 產生了什麼東西 發展了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 事實的我們現在整個社會氛圍改變很重要的因素 好 那下面還是要回到中院神講說 嗯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是不跟他玩 還是我們跟他玩 我的意見是說 如果你被放在某個位置上 非個歸完不可就完了 就在裡面擋啊 就在裡面上一些 不可能的這種追殺的狀態 我身體還是不會擋過這種 被某些人意證原則說 然後就說對不起啊 我們看看那個調查的結果 這裡面其實怎樣怎樣怎樣 你就要去擋某一種 很簡單的很直覺的一種正義感 因為視像師真的是很複雜 前因後果必須要知道 我對於法 有的時候最大的困難問題就是 我覺得有的時候 那個法所形成的氛圍 會使得人們去不分青紅照白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我聽到某一個案子以後 那個案子就是那個樣子 我所想像的最簡單的戲碼 最簡單的文化腳本 我就敢套上去了 就一定是這樣的 李宗瑞 哇 可怕 可怕 明模 因此李宗瑞 因為所有交往過的女人都會變成 這個姨摩手下的受害者 而且他們現在也不能夠以 不以受害者的方式去變 因為這個氛圍就不停了 你沒有辦法出來說 其實我這個喜歡被撿啊 之類的 為什麼一個社會會形成一個 這麼樣可怕的氛圍 這是需要大家去深思去反省 然後想辦法去改變這樣一個氛圍 這個改變不見得是只有對抗法律人 他很多時候可能 他必須要有其他的一些改變社會 改變氛圍 改變自己的習慣狀態 改變自己的反應 那些做法 而這是我們微薄的力量在做的事情 我們沒有state 我們沒有government 我們沒有policy 我們沒有law 我們只能在這些系統裡面去 不斷地去闖 不斷地去保存 不斷地去打開一點點 留這樣一個空間而已 不管我們對於性平 有什麼樣的rosy picture 很美好的原景 覺得我們已經做成了什麼大的局面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human cost 在這個過程當中的 很多人所承受的壓力 很多人所已經承受的痛苦 我對於這一些各式各樣 跟兒少相關的法律 非常深刻的感受 是兒少二十九條 所造成的兩萬個網民 在八年之內被起訴 或者被送入這個司法系統的 這個困苦的過程 因為我處理過很多這些年輕人 只為了在網路上面打過 真的有人要援交嗎 只要打過這樣 就已經觸法 然後就要被drive 拉到這個司法系統去經過 你們在網路上都寫過各式各樣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是私密的 有很多東西是嘗試的 是實驗的 可是在那一剎那 都變成公眾的事情 你的學校 你的老師 所有的人都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然後所有的人都責怪你 你為什麼有無聊 去打這麼幾個字 我很贊成做無聊的事 做人 你就是要有這樣子的一些 自由的 探險的 實驗的 嘗試的 摸索的 開拓的這些做法 否則的話我們就尋規告舉 就做規矩通話動物就好了 這兩萬個人裡面 有一些些人經過我的手 因為你們應該看他們寫的信 他們對於自己的痛苦的描述 你才會知道 法有的時候 雖然看起來其實放在那裡有一個東西 但它對於人的生命所造成的代價太大了 太大了 謝謝 我們的議程 對不起 因為這個議程真的太緊密了 接下來的這個 Panel 首先我們請到 許玉秀教授 許大法官 來為我們主持 出席五分鐘好不好 好 出席五分鐘好了 因為還真的還蠻長的 OK